所以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叫做奎缸 奎缸 奎缸他是一个神煞 奎缸他是以日柱下去看 有四个日柱 他就是命带奎缸 他是以日柱下去看 你其他位置有没有用 是日柱 所以他是庚层 庚居 戊序 还有人层 所以你的日柱 假如是这四个组合 你就叫做戴奎缸 奎缸 这一个神煞他是有什么特质 这一个是一颗柱星 他本身没有所谓的吉凶 他是一个柱星 也就是吉上加吉 凶上加凶 所以你就先看看你的奎缸 你有沒有奎缸 我们都知道奎缸一般传说 他是不能吃什么 奎缸 一般都说他不能吃什么 牛肉 对 奎缸吃牛肉会破格 奎缸吃牛肉会破格 破格就是所有的运都会不好 所以 你有奎缸心的 就不要吃牛肉 以免你的一个运程都全部乱七八糟 以上所讲 听听就好 要不要紧 以上所讲 听听就好 为什么 因为五行派根本就没在讲神煞 那你该吃牛肉就吃牛肉 对不对 会让你好运的就会好运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煞 神煞 我简单讲 他并不是八字的主轴 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神煞玩到熟 你是神煞的专家 你也顶多三层的主轴 因为 神煞他并不是八字的主轴 各位 他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已 也就是说 他影响你的一个状况不会很大 所以不要把神煞当作判断的主因 很多人老是在那边讲 我八字有三骑贵人 那我以后会怎样 结果 所得到的都是一些名词解释 叫做 逢凶化吉 有贵人运 那我问你 你学八字是在听这一些的吗 了不了解 你学八字是在听这些的吗 就很像 周星直最有名的一句话 吴伟雄你吃了我的一拳 你一百年以后就会死 是同样的事 了不了解 是不错的 就是怎样 这一个就是什么 叫屁话 了不了解 那叫屁话 今天我们学八字 重点 何时发生什么事 了不了解 何时发生什么事 并不是来听这种 你八字有财无库 或者你人生逢凶化吉 请问你要听这个干嘛 请问你要听这个干嘛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今天在你前面 在你前面的这个客人 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 他何时会有机会脱困 他何时会出现问题 这是现实 了不了解 这是现实面 他不在乎 你跟他讲说 他未来成就会如何 那个是会这样问的 我可以跟你讲 都是非常没有成就的人 了不了解 他没有成就 然后就很辛苦 希望透过命理师跟他讲 他的八字会给他 有什么样的成就 所以会这样问的是没有成就的人 我老实讲 今天一个大老板在你前面 他会问说我以后富贵会到哪里吗 不会 他不会这样问你 他会问什么时候 我要注意 什么时候我要注意 一般 一般的人他会怎么问 他会问的是什么时间点 他的一个 他假如是在工作的 什么时候 我工作上会往上 或者是会往下 了不了解 他不会去问 我这个命格是不是 当县市长的命格 我这个命格是不是以后 以义来计算的 各位 问这种问题的 都是很频繁的人 了不了解 这都是很频繁的人 为什么 你假如是一个比较中上的 你都会知道 努力 你才有机会往上 然而 会问这种异想天开的 了不了解 会异想天开的人 往往 就是问这一种 情况 就像有一次 我在批命 这一个人 他一来 他就跟我讲 老师 我现在在研发一种技术 这个技术 要是我研发成功的 我的身价 有可能会上益 他这样跟我讲 他这样跟我讲 我还以为 他是怎样 某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 技术部门的主管 神话 神话今天要被吴伟雄 抓去厕所 里面关厕所 我们给神话拍拍手 当时候 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老板 还是 他是某个公司的技术部门的主 结果到最后 各位 我才知道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赌徒 他是一个赌徒 各位 他就跟我讲 是 我去找命理师 命理师跟我讲说 我今年会赚到一大笔钱 然后几年以后 会有生命危险 我就跟他讲 你有生命危险 我看得出来 因为那时候会日主受克 但是今年 你是不可能发大财的 你赚不到钱的 因为你处在日主受克的时间点 你不要破产就好了 不要想说要赚钱 所以当我这样子去讲的时候 他整个脸就垮下来 但是他依旧还抱持著希望 老师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解读 那个老师跟我讲的吗 可见 我今年赌数研发成功 所以 我的身价越来越高 人家眼红就把我绑票 失票 各位 你就知道 一个 一个人竟然会跟我讲这种东西 一个人会跟我讲这种东西 这个人不用看 当时候日主受克 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应克食伤 会应克食伤 表示没有财 表示没有财 这一种人 去赌会赌赢吗 当然不会 了不了解 不可能 不可能 财运不好 然而 这就是一个人对八字的一个幻想 以为一个八字 就可以让他又怎么样 但实际的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 他就是一个loser 你不要以为他赌徒 他只是喜欢赌而已 还没什么技术 也就是说 没什么钱 了不了解 没钱的赌徒 结果 那一年 我跟他讲 你不要赌 你跟日主受克 我也判定他没有钱 他也没有钱 结果到最后 结果到最后怎么样 他就赖给我 老师 我今年没有去赌博 还蛮听话的 没去赌博 但是我遇到一件比重乐透还难重的事 结果我就说 怎么可能 这个人一件够衰的 还可以遇到重乐透 还难重的事 结果他是怎样 他说 老师 我在路上遇到我妈妈 结果我就跟他吵架 就断绝 母子关系 然后我就说 我那时候就说 对 你本来就应该这么衰 应克食伤 他本来就很讨厌他妈妈 他希望他妈妈去死 他十几年没去找他妈 没有办法解 十几年没去找他妈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一命可以的看得出 你的状况是如何 会问这一种很奇 就是说 人家讲的 要问他的富贵成就到哪里了 这一种 一般生活都不是很好 很普通的人 非常非常普通的人 所以没有能力 也不想努力往上 只想靠着奇迹 但是八字 不是奇迹 八字是运势 你了解运势以后 你还要做相对的行动 你才有办法 所以为什么 在第一个题目里面 我对客人的这种行为 我非常火大 你有行动 但是你有沒有参考你的运势 你乱做 被我骂刚好而已 所以各位 这一点 就是 很重要 了不了解 所以我们一般 在批八字 是要了解运势以后 根据运势 根据我的条件 我来做一个规划 我该怎么做 好运 我当然就去追求 坏运 该赌 则赌 不要用一个幻想 我八字很好 我怎么做都会赚钱 想太多 想太多 所以要了解 为什么今天我对 那个客人 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根本就在赌博 在我的眼里 他就是个赌徒而已 拿自己的生命在赌 你认为我会对赌徒 有好感吗 只是你不是赌钱而已 你都拥了 你都拥了